大家好,我是香港的袁李昌 今天再次回到看中国这个节目 你会知道特朗普其实都有几次的改变 因为他当初都尽量不说这个是什么 通常是Fox News 他会多些说是一个武汉病的肺炎 但是慢慢你见中共踩到头上了 又说你美军是散播 又做一些很滑稽很离奇的说法出来 你会见到特朗普慢慢转做结局 他都很给面 他当初都想留一些情面 就是一个4&5病毒 一个外来的病毒 但是你中共这样混淆视听 他唯有要出这一手 所以你见过远进很快 就是现在由他的命名突然之间 要中共都知道 其实长远他这样打是没有好处 因为大家说真的 就算你说来源好 甚至有什么鬼科学家 在远石飞进来 什么都好 就是没有所谓 但是你无可抵赖的就是 就是你的源头 你发病最多一开始就是武汉 这个是怎么拗都拗不了出来的 所以你见他突然之间 因为昨晚都立刻变证 就是把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Wall Street Journal 甚至时代集市的 在国内的记者都说要 要赶他们走 甚至他们在港澳的活动 都要停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动作 还有其实你见到他一种 一种调整策略 一种辩证 因为如果再将这个舆论 再继续放在他的命名 其实他都知道他迟早都不理 甚至输 所以现在他唯有 现在加上他要将中国打造成 抗疫是一个大成功 习近平是很大的功劳 他更加会觉得 如果将外界的外媒可以排除了 其实对他有相当大役处 他亦都是一个很年宵大打 你知道他连香港、澳门都覆盖了 就知道其实可能都想在这里收紧 收紧这边这边 或者作为一个筹码 我现在连不单你国内 人们都可能说你在大陆里面 我不在理 我在香港我照收封都可以 现在我就说你连在香港 你都不可以 你都不可以在这里 这个我想 他当然都想外回 他自己审查或者自己软化 不用他做些什么 但是这样长远下去 你看到 其实未来香港政策法 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其实这些报告都要出路 你现在还要去刺激美国 究竟你所为何事呢? 所以你看到其实 在这个我又不觉得 其实中共是乱了张法的 但是他会觉得他自己 是有一种优势在这里 他现在就想把它转化成一个 一个政治的力量 政治的效果 正如 现在疫情在大陆 我不敢说受控 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是说稳定了下来 有些内部知识都说 习近平 他说要归功于新疆模式 就是说由于新疆模式 我们才发展出 可以控制到社区 可以禁全面 可以令到疫情 可以控制得到 所以你看到 他经常都有两段 一段就是说自己很好 接着就会拉下去 说连新疆模式也很好 所以连我新疆的做法 都是没有问题的 都是好的 正如我说刚刚发生 就将这些美国籍的记者 要驱逐 或者怎么样 其实同样道理 他本来最主要件事 就是说要驱逐记者 但实际上也都想 也都想开始在香港这个战线上 可以帮到他 达成到他的目标 所以这方面 暂时蓬佩奥都 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都很聪明 暂时他都不抹面 或者不出手 他也是说 如果你 现在你驱逐了那么多按揩 那其实对你控制疫情 都很不利 因为很不透明 那些东西 那他暂时 这个对于蓬佩奥都是一个 挺火爆的 他不是一个 我不是说他整天都跟人 骂一样火爆 他对中国的态度 一向都是一致的 那这个其实你看到他 暂时都是克制的 但是他都不想去到一个太差的情况 特别在这个疫情 现在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 但是我们看到 其实中共出手一下子 这么重 其实这个一定是会有个鱼窩 就是美国很难 将它慢慢去升级 不过就是蓬佩暂时 可能想将升级的速度 减慢了 那初步 当我们可能在一个月前 见诺惠宁 或者林郑打小报告那一轮 我们很明显见到 其实港府和中联办 都是没有什么特别想法的 因为其实他都 他之前如果有想法 他之前的区议会 选举已经有些想法了 很明显他是没有的 但是我都在其他平台上 都会说过 其实他的中心思想 都是回归基本步 就是说你不够香港政府 你整盘棋都会输了 这个某程度又做得对的 因为你知道 如果建制派 已经是群力都攻击政府了 因为他都知道要拿选票 那你不稳住这个局势 叫建制派归队 其实是 本身已经是很危险的 还有一个会失控的事 所以他最后 这一招就是 叫他所有人都归队 而刚好 亦都是遇上了 就是香港其实和大陆都有一些相似 都是由于疫情比较早来 所以都算是给大家看到 其实疫情 就是政府防疫或抗疫工作 其实都有一个 比较正面一点的评价 所以这几方面 也都随着 其实建制派的抗疫工作 是比民主派做得多很多 我们都听闻 其实很多时候 又说深圳有些口罩来了香港 其实去了哪里呢 我想 但是你看到街上 可能民建联 那些不停在那里拍口罩 你就知道 现在去了政党 在帮着他 就是帮着他 9月的选举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 其实现在都是一个好选举的道向 所以你看到政府也好 中央办人也好 都尽量不出那么多声 就是尽量 我用一些物资 口罩那些来 来收买了人心 接着政府又 立刻要派一万元出来 你见连陈某波 本来有些民望 都好像僵尸那样 突然间僵尸都可以跳起 但虽然之后回答下去 你见是可以有这样的事 现在你见到 其实运动某程度 由于疫情关系 其实都暂时停滞了 其实你都不 其实没有人猜猜得到 就是你就算当他6月 疫情真的受控了 6月就刚好 那些反送中的一周年 很多日子 其实他们现在某程度 都在压住 是那时候可以叫一些市民出来 去延续运动 但是其实根本没有人知道 甚至如果大家 其实现在慢慢都见到 外界和西方 其实原来处理那么差 这个会对香港的市民 对大陆的看法 或者对外国的看法 或者对整个民主制度 或者对大陆的 中共的举国体制 有什么看法上的改变呢 我们其实都不知道 所以据我所知 其实之前3月5日至8日 其实在美国三藩市地区 有一个叫美港对话 美港交流 就是US Hong Kong Dialogue 他就邀请了香港四位行政会议成员 当然全部都是建制派 以及三名的民主派的 立法会的议员去参加这个对话 大家一开始都觉得 美国胡佬买什么药 你又叫一些人 是没有什么意识形态色彩 比较淡薄的 因为行政会议成员 他如果真的要大概以那个身份过去 虽然他们说不是 以过去身份 但也一定是 他只是说回政府的立场 而民主派他派去的 其实都是一些 比如功能组别多一些 甚至加多个公民党的 谭文豪是飞机师 不会以色形态的色彩很浓 最后得出来 如果听他们双方面的汇报 就是 其实建制派当然我们都知道 他一定会说 不会制裁 门槛很高 其实美国对 就是我们香港对美国的利益很重要 就是这个某程度都是事实 而也都判断得到 其实民主派那边 除了与会的立法议员之外 其实你都见到 譬如香港众志 就是黄之锋 甚至在之前在一个抗争运动 跑美国线 国际线的人都会出来说话 其实他们带出的信息 其实不是太过乐观 因为我想在疫情之下 大家都知道 就是里面特朗普其实 都没有怎样骂过中共的 就是他甚至上一段 就是可能你都和我说过 特朗普的儿子反而反攻 关于反击 关于肺炎的命名 但是特朗普一时都说 就是他很简单 就譬如他前几天都很简单 就是那些人会知道 从哪里来的 我们不需要多说 之类的东西 最后去到这两人 才出了中国病毒 就是中国病毒这件事 就是有点忍无可忍的意思 但是都是一个厚水战 从未演变成一个大规模的外交战 所以大家都想 这件事本来是可以平淡一点的 但是现在挑动到 中共突然之间爆发 所以才有个难以预料 但是即使是这样 香港这边 其实你会见到 可能他召开这个对话 就是说 我现在听到你两边了 我有一个新的了解了 可能我暂且 暂且就不制裁了 所以暂时 我想大家再观察多一点 中共在驱逐这些记者的出手 会不会有一个升级的迹象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我相信 乘数真的不是很大 其实议会的人士也说 这两个报告可能因为疫情 可能会延迟才可以出到路 所以大家都要等多一段时间 可能五月之内 都有些可能 譬如人权与民主法第一个年检 或者一个报告 可能都不会这么快出到来 甚至不是很乐观 甚至有些人都说 就是在民主派那边 其实你可以理解他的做法 是做一个期望管理 就是可能五月真的来不了 就是制裁可能真的落实不了 所以他们会说 可能之后还有机会 或者其实如果根据美国 Magnisky Act 那个马格尼茨 不知什么译的法案 其实原则上 美国可以随时对任何 对人权有损害的人都可以制裁 但是既然你有这个 人权与民主法 那美国自然不会更倾向 只是用那个Magnisky Act 来去做 更是会用一个更有制度化的人权与民主法案 来去做这件事 最后 这个时候 你跟这个人权一顺利 就像我这样一样 就像我那样 我这次你这样 我这次你